开始有响了 后半的开始有响又是从细到初 慢慢慢慢他这个响心手啊 这个种子慢慢起作用升起现行 等到这个响心手完全升起现行的时候 就是五白大街满了 那么所以五白大街满了 这个五想定的五白大街的五想爆满 他又要动手 他又要顺着他以前造的业 看该升到什么地方 他就顺着他的业力再去受升 所以五想定是没有要生死的 是在三界内的 他得到这个五想爆只有499节五想 实际上细说只有499节五想 刚生半阶江满的半阶都是有响 所以五白大街当中啊 只把响的种子压住 不起现行 可是他将来这个五想的时间过了 他又起来了 还是一样反复 还是要轮转 灭禁令不一样的 所以他没有说灭禁包 灭禁令他正到 到了第四国 就正到灭禁令的旧境 就不必再出定了 正到灭禁令的欧罗汉 他就完全在灭禁令的境界里面 但是他并不是像死谁 他还是活动的 但是他在定中啊 永久是灭禁 因为他把三界内的烦恼已经断掉了 建火八十八十 施火八十一平断掉了 所以他这个正到灭禁令的旧境古的 就是第四国 到了第四国了呢 已经超出三界 没有龙回生死 所以灭禁令没有灭禁包 这个要分清楚啊 这前面的五想定是外道的 有生死的啊 这个灭禁令是佛法 是二圣人生无缘觉 所修的功夫啊 反正到断了 出三界 所以没有报啊 接下去 第八第九第十 名生 巨生 文生 这是在文字方面建立的假名 所谓名生 一名为名 二名就叫做名生 三名以上就叫做多名生 这里的生啊 你不要误会 因为指这个身体啊 不是指我们这个人生的身体 这个身是 去区医 去区的意思 去区啊 名字去区 有两个以上 就叫做名生 三个以上就叫做多名生啊 啊 我们举个例子说 例如 我们平常在点香烧的香 只说一个香 那是名 假如说 香炉 两个名字合并起来 香跟炉 香炉合并起来 那就叫做名生了 因为两个东西集聚起来 两个名字集聚起来 就叫做名生 啊 单说香 名而已 香炉 啊 那就叫做名生了 因为它有两个名字啊 合并起来了 巨生 巨是巨子 文字的巨子 一巨两巨 啊 一巨只叫做巨 两巨以上 就叫做巨生 举例说 我们佛法里经常说 诸行无常 只说诸行 两个字 也成巨 可是 它的道理没有表达出来 要加无常两个字 而诸行无常 啊 诸行一巨跟无常合并起来 就成为巨生了 就成为一句话 集聚起来 成为一句话 所以叫做巨生 啊 诸行无常 就斩于巨生 啊 再简单 只两个字 也会成为巨生 啊 例如说 鸟 鸟也是一个动物吗 一个名词吗 所以这就也可以 作为一句 啊 那但是它不能成为巨生 再加一个字 飞 鸟在飞 鸟在飞的时候 鸟飞就成为一句的巨生了 啊 所以文字上 有名声 有巨生 这个名声 巨生的这个呃 成丢啊 要靠文字 第三 文声 啊 这个文声呢 就是文字的字 啊 文字的字啊 多字 集聚起来 就成为文声 例如说 一字为文了 两个字就叫做文声了 啊 在这个意思是表示他能够彰显文字 啊 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 那就叫做文声 啊 比如说我们要写文章 啊 写文章 一篇文章有多少字啊 那里面的道理他都能够彰显出来 那就是成就的文声 名声 巨声 文声 这是在文字上 详细分别 声音 跟心理首相的法 都有这些道理 啊 那么 这就是八九十 啊 这个 不相应寻所 八九十 这三种啊 都是在文字方面呢 分立这个三种名称 都是假名 他 与心不相应 与心王心所不相应 也不是色方 啊 或者你会说 那写的文字不是色方吗 因为现在是指的这个假名 不是指那个文字当体 啊 只指假名 所以叫做 啊 名声 巨声 文声 都是属于 呃 这个不相应形方 接下去 生 住 老 无常 这第十一到第十四 这四种啊 实际上 是说明人的一生 啊 人的一生的时间 生 十月怀胎生下来 不就生吗 以此为例 其他一切法的生 啊 凡是一个法生起来 前前没有 现在有了 那就叫做生 啊 种下去的种子 萌芽了 啊 开业了 那也叫做生 啊 住 这个东西 生长之后 让他住一段时间 呃 有暂停一段时间的住 例如我们人 十月法滩满了 出世了 生在人间 住世多久 假如你活到一百岁 那么住一百年 活一百二十岁 像赵州 那就活了啊 就住了一百二十年 啊 看你住世多久 就住多久 这个叫做住 住 也是假名 生 也是假名 就表达出这个东西 生下来而已 他 这个生 生于住的呢 都以新发 新王 新所都不相应 而不是指这个呃 生的住的当体 所以又不是生发 只是指这个假名 所以生于住 例如我们人生下来以后 住一段时间 老 人 会老的 啊 不是观音菩萨 年年十八 啊 观世音菩萨 当然他年年十八了 你看我们大殿上的 观世音菩萨像 啊 已经三十几年了 他还是那么年轻 他一点也不会老 啊 为什么 他是年年十八的 我们不行啊 嗯 呃 我中年时候 三十几岁到南部了 现在我是个老头子 哎 那么 呃 这个牢的时间到了 可以说 无常就近了 无常就近了 就在戈壁 哎 他随时随地 要叫你走就得走 所以这个牢 说明世间无常 啊 住了以后 慢慢在哪里变化 这里叫做牢 就是这个 身处异灭的异 在哪里变化 无常 说无常 比较文雅了 实际上就是灭掉 啊 有 忽然之间没有了 啊 例如人死掉了 那就叫做无常 啊 所以诸行无常 所以诸行无常 世间一切法 凡是流动性的 有生有灭的 通通都是无常 啊 有生不定有灭 有尘不定有坏 从古以来 不曾有不坏的东西 不曾有不死的人 啊 所以有无常 啊 有了会翻成 于无 所以叫做无常 深处老无常 可以跃人的生命 讲 可以跃万物的 深处一灭 讲 可以跃世界的 深处坏空 讲 第十五的流转 啊 流转呢 说简单点 就是指这个因果下去 因果下去 在那里转变不停 流是动 转变不停 啊 因会成果 果中又在生因 举例说 我们种水果 啊 水果的种子 种下去了 因 哎 它会生长起来 开花 结果 那么 这个水果又成果了 那么这个水果的种子 再种 又是因了 啊 那么因种下去 将来又成果了 啊 所以它啊 因因果果这样子 流转不停 那就叫做流转 因因果果流转不停 就叫做流转 由此可以 想到 可以明白 我们人 也是一样的 因因果果 流转不停的 现在我们是个人 顶天立地的人 这个人从哪里来 从你过去生造人的业 啊 过去生造人的业成熟了 今生来做人 啊 那么这个人是现在的结果 过去造的人的业是因 现在的人生是现在的结果 可是现在你这个人生又在造阴呢 从出世以后到最后 眼睛闭起来 啊 呼吸停止了 这段时间 几十年 几十年的时间 上百年的时间 你又在造阴 造的很多很多的阴 强者 先坚 这一身所造的阴 最强的 他就拖住你走 跟着他走 啊 假如你这一身 修持最好 啊 这个修持的无漏的功德 拖住你 辞你写脱 啊 那就最好了 假如你今生再做人 众人的因 今生人的果报满了 将来再转身做人 那又是啊 从因治国 所以因因果果下旬不断 那就叫做流转 其次定义 定是一定 决定 意思不同 啊 因跟果 绝对不同 啊 因 在因的时候就叫做因 啊 虽然是果 可是那个时候叫做因 例如 种田的 啊 他骨子收起来 要做种的 叫做骨种 骨种 这是种子 那么这个种子不叫做果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做因的 他就因 啊 既然是因 他要留住将来做因 那么 这个因种 啊 投下去 将来他又会结果 所以这个因不是未来的果 啊 我们现在投下去的因 种下去 将来他开发结果 开发结果的果啊 虽然跟这个因相同 但是不是因的缘 原来的那个种子了 因为那个种子 种下去就已经消失了 所以因跟果是完全一定不同的 因跟果一定完全不同的 啊 呃 拿我们人来讲 现在在修行 假如你在念佛 是因 将来往生基督世界 果 那么果跟现在因不一样 为什么 现在是凡夫 果到基督世界 连化发生 那是圣人 啊 那么 无论你在哪一方面 他的因 果 一定是不同的 因果 构别 所以叫做定义 其次 相应 什么东西相应呢 因跟果相应 每一法 因跟果相应 而如是因 如是果 种瓜的瓜 种豆的豆 绝对相应 有人把瓜种种下去 结果是豆子吗 不会有这个事情 这是反常的 如果有的话 那